好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继续我们模块内置变量的学习 在我们上节课的示例里 我们是运行的这样一个C15这个模块 然后C15模块里面 导入的是一个包下面的C9模块 这样的一个运行关系 请大家记住 运行的C15导入的是C9 好那么我们现在直接在C15这里 把C15的它的这个模块里面的这样一个package 还有它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把它给打印出来 复制一下 就有点时间 Dot和File 好 好然后我们再次的运行 我们的这个C15的文件 好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下面一个结果 那么首先由于我是先import的C9 所以说C9的代码将会被先执行 好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以上是C9的信息 name packet.file 这些都没问题 我们刚刚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我们重点是要来看一下 C15这几个print语句的打印 好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个错误的信息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出错了 提示的错误呢 还是这样的一个 NOS BST NOS BST 然后发生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就是TracePack给我们表示 发生在这样的一个package 所以那package就这里了 这个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了我们的这个package 还是取得是一个nont-type 所以说呢 直接想讲的是错的 好那么我们现在这一次呢 我们不把它给屏蔽了 我们尝试着来解决一下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既然那错误提示 就我们提示这个package的取决 必须是一个自不串 不能是空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强制的把这个package 给转成这样的一个str 好那么我们这里呢 这个package之所以会抛出异常的原因在于什么 原因在于我并不确定这个package是否一定有致 对不对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对于同样的这样的一些代码 在c9里面它呢 这个package是有值的 它是t.te 但是呢 我们把它放到我们c15里面 也就是我们所运行的这样的一个pathon文件呢 确实没有值的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不确定的情况 好所以说呢 我们呢 带来另外的一种解决思路 我们不用str强制转型这样一个package 我们呢 用这样的一个2 逻辑算数 package 二 二一个什么呢 二一个支付串 方形模块 没有 包 这样子不属于 任何包 好 那么这个语句大家看懂了吗 如果package有值 它自然就可以返回package的值 如果没有值的话呢 那么这个表达式将返回我所自己第一的一句话 当前模块不属于任何包 你package都已经是这样的一个man type了 那肯定是说明当前的这个pathon文件呢 是不属于任何包的 好改完之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啊 这样的一个运行效果啊 好 pressing c15.p 吧 好 这里呢还是会出错 对不对 好 为什么啊 我加了这样的一个奥运算数之后啊 按照我们之前奥运算的逻辑的话呢 应该是不会出错了 但是为什么这还是报错呢 这是因为啊 还是这个算这个表达式优先级的问题啊 加号的优先级就是高于这样的一个逻辑算数的啊 所以说呢 它还是会先执行这样的一个值不串和这个package相加啊 那么当package有个man type的时候呢 我们实际上啊 并没有做任何的修改啊 还是会有一个错的 所以说呢 我们这里呢 可以强制用括号 把后面的这个方法给扩起来 好 这样呢 之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啊 好 现在呢 它就可以正确打印出了 package当前模块不属于任何包 好 那么我们很多同学呢 可能还是不太明白这样一个表达式啊 主要还是在于这个man type上面啊 package如果为这个man type的时候呢 它呢 就想返回后面的这样一个值不串啊 man type啊 大家呢 在把它做这样的一个条件预算的时候啊 可以把它啊 转型成一个false啊 如果是man type的话 这个那时候我们先提一下吧 不然的话 大家呢 是不会理解这句话的 我们之前呢 也给大家讲到过了 如果是数字0的话呢 会被认为是一个false 对不对 空之不串呢 也会被认为是一个false 那么同样如果是man type的话呢 它呢也会被认为是一个false啊 好 那么像这样的一种写法啊 它所代表的意义呢 很多同学啊 如果有其他语言的基础的话呢 可能会想到啊 在其他语言里面呢 都有叫一个三目印象书啊 或者是叫做三元表达式啊 类似于这种啊 一个变量呢 它呢是由一个表达式来寄存结果的啊 比如说呢 5是不是大于3 如果是呢 反归啊 1 保值的话 转回0啊 这样的一个三元表达式 但是在我们pathon里面啊 没有这样的三元表达式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说了啊 pathon呢 它呢希望 大家希望啊 它的这样的一个语言呢 是更加易于阅读的 大家看这样的一个问号啊 冒号啊 并不是这么直观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这里啊 可以用这个or啊 直接就可以得到相同的一个效果 我们之前说了啊 pathon里面 什么是pathon里面 其实这样的一种写法呢 就是使用pathon里面 更加简单 更加易于理解 好 那么如果你一定啊 要在pathon里面啊 去模仿其他语言里面的 这样的一些 所谓的三元表达式的话呢 pathon里面也有啊 但是pathon里面的这个三元表达式呢 是用这样的一个ifl 来模拟的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先把这个主要内容给讲了 好 我们把这个先给它屏蔽掉啊 然后呢 我们还有可能为空的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dote 同样啊 我们呢 这个dote 先把它做一个啊 容错处 用out 然后国际预算符呢 把它给连接起来 好什么呢 刚才模块没有文章主线 好 改完了之后呢 我们啊 再看一下 pathon c15 好 你发现啊 我们看一下完整的结果啊 好 我刚刚运行啊 清晓了 清晓成型了 好 看一下这个结果 好 那么前面的啊 这是的 内容 package dote file 应该是c9的啊 然后后面呢 我们看一下 这样的一个波浪线 把它连接起来 这样的一个波浪线 把它连接起来 分割一下 好 这样的看得更加清楚一下啊 好 在波浪线的前半部分呢 打印的是c9的 后半部分呢 打印的是c15的啊 那么我们重点看一下 差异啊 最大的差异在于什么呢 最大的差异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同样的这样的一些打印的代码啊 在c9里面呢 c9是有package的啊 但是呢 在c15里面呢 package呢 却是没有的啊 是打印的当前模块 不属于核保 这个呢 是一个差异点 然后第二个差异点呢 在于这个内幕这里啊 我们很奇怪的是啊 c15的内幕居然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双下滑线mdn 啊 它并不是它本身的这样一个c15的模块名字啊 这一点呢 非常重要啊 大家可以仔细地看一下 对面一下 还有一点呢 异同在于什么地方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file啊 看到没有 c9的file啊 由于它是作为模块导入执行的 那么它的file呢 是我们完整的 Windows的系统的路径 目录路径啊 这个很容易理解啊 但是呢 到了我们c15这里的时候呢 它却只有c15.py没有这个路径了啊 好 那么我们首先说一下啊 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异呢 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啊 c15呢 我们呢 是把它当作是一个应用程序的入口啊 用Python命令来出行的啊 但是对于c9来说的话呢 它就是一个正常的普通的Python模块啊 这一点呢 是大家要知道啊 Python呢 会对这两种啊 不同的Py文件呢 会有一个区别啊 这些区别呢 我们初步可以看到啊 就体现在这样的一个包括name啊 最主要就是name 还有还有file 还有这样的一个package上啊 好 那么如果啊 一个.py文件啊 被当作是一个应用程序的入口啊 那么它的这样的一个啊 变量name所打印出来的值啊 就不再是啊 它本身的模块的名称c15了啊 而是会被强制啊 更改为这样的一个下滑线 嫩下滑线啊 这个呢 是入口文件最典型的一个特点啊 然后其次啊 第二个特点在于什么 在于package上面啊 如果说啊 一个.py文件啊 被当作是入口文件的话 那么啊 它的顶级啊 是不会再有包的了啊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当前模块不属于任何包 它的这样一个package package变量呢 取之呢 是这样的man type啊 也许呢 你认为啊 c15的上面呢 是有 是有这样的一个包的 对不对 是有7这样的一个包的 对不对 但是呢 实际上啊 如果你把c15当作是 可执行文件的话 它是不会认为啊 它的顶级上面还有一个包的啊 有些同学呢 可能是认为啊 这个是因为我们这个7啊 这个目录上面呢 是没有加加一个啊 包的标识的啊 就是这样那个init文件啊 好 我们可以把这个包的标识 init文件给加上啊 好 现在7这个包下面 都是有这个init.py文件的了 然后呢 我们可以再次执行看一下啊 c15呢 它还是会说啊 当前模块不属于任何包啊 如果大家呢 不相信呢 我们可以啊 换一种思路啊 什么思路呢 我们可以啊 直接运行 我们刚刚在 我们刚刚导入的这个c9啊 这个模块啊 我们刚刚看到c9呢 它现在呢 是有包的 是有这样的一个package的 但是呢 我们说了啊 这是因为它会作为普通模块 导入进来的啊 好 那么我们直接运行c9啊 我们可以把这个画呢 给把这样的根代码呢 在这里替换一下啊 都是打印这样的一个变量啊 好 然后呢 我们直接啊 cd啊 跳到t这个包上面 然后呢 再跳到te这个包上面 然后呢 我们再次的执行啊 像这个c9.py吧 好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如果你把c9当作入口文件的话 c9会出现同样的现象啊 package呢 是没有值的啊 是n type啊 然后呢 它的name啊 之前呢 是这样的一个t.te.c9啊 但是现在呢 它也被啊 Python更改成这样的一个name啊 好 那么有以上的两个事例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Python 它作为入口文件的 这样的一个模块 和普通的被导入的这个模块啊 它们呢 在这样的一些啊 内置变量上面呢 是有一定的差异的啊 好 所以说呢 在大家的脑海里面啊 一定要有一个认识啊 要把这样的一个入口文件 和普通的模块呢 要区别分开 好 最后呢 我们说一下file这个变量啊 file这个变量 并不是啊 总是像我们刚刚的在模块里面 打印这个file变量一样啊 解释的是一个windows的绝对路径啊 在模块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它并没有显示这个绝对路径 对不对 而且呢 它所显示的这样的一个值啊 也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值啊 好 我们换一种方式呢 来运行啊 我们刚刚呢 是用的是passing C9.py 直接执行的这样的一个入口文件 好 所以说呢 file显示的是C9.py 然后现在呢 让我们啊 退回到啊 把命令行呢 退回到啊 T1的上一级 也就是T啊 这个目录下面来 好 返回上一级的这个windows下面 CMD的命令是CD 两个点啊 好 现在呢 我们位于的是T啊 这个目录下面 那么我们在T这个目录下面呢 要执行C9这样的一个模块的话呢 我们怎么操作呢 好 passing啊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啊 T1 然后呢 用路径的形式来表示吧 反斜杠 好 C9.py 好 然后呢 我们再运行 看一下file的取值啊 好 file的取值变成了T1 反斜杠 C9.py 好 那么我们从以上的线上呢 可以看到啊 file的 它的这个取值啊 和我们执行这样的一个passing命令啊 所在目录呢 是有关系的啊 所以说呢 不要简单的认为 它就一定是一个确定的一个值啊 好 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课呢 主要啊 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这样一些模块的内置的变量 那么这节课最主要啊 本目的呢 还是希望大家啊 一定要把这个路口文件啊 和这个普通的模块文件呢 要有一个区分啊 他们毕竟呢 在这些内置变量上面呢 是有所不同的 好 各位们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呢 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 对 们下节课